2月7号晚8点半 众多迷妹在长沙机场 热情等候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小哥哥迪马西 一走到出口 小哥哥就获得了一大波粉丝的热情素拥 在一众迷妹的包围下 小哥哥缓缓走出机场 但依旧保持着迷人的微笑 种多鲜花 相机高高举起 小哥哥都几乎淹没在人海中了 牢牢努力给小哥哥拜年 希望吸引小哥哥 向我们芒果TV的宝宝打招呼 Happy New Year Say Hello to Camera Say Ple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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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一片热闹中 无理小哥哥终于靠近了汽车 友好的向粉丝们道别后 坐上了自己的作家 粉丝们见到爱豆也都超级开心 我觉得他脾气特别好 然后大家一直都挤着他 但是他都一直就 对大家都是 就是一直都笑着看各个的镜头 然后给大家签名又啥的 我觉得他也特别好 小哥哥加油 我会一直支持你 永远是第一名 居心 这次小哥哥来长沙 将参加新一期歌手的录制 以及在正月十五元宵喜乐会中 带来融入家乡哈萨克斯坦风情的精彩表演 想知道这一次 小哥哥会不会再有新的突破呢 那就一定要守着2月11号晚 7点35分 现场直播的元宵喜乐会了 芒果拉新闻 网上看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 旨在芒果TV发导 小哥哥 小哥哥 小哥哥